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月儿 今天呢 月儿又请到了小猪佩奇 没错 超大只的 哇 好可爱 那今天呢 月儿和小猪佩奇一家 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大早 猪妈妈一边在厨房里繁忙的准备早餐 一边叫佩奇和乔治起床 佩奇 乔治 快点起床了 再不起床 太阳就要晒屁股了 佩奇 乔治 快点起床了 妈妈 我好困了 我能再睡一会儿吗 不行 再不起床 上课就要迟到了 我快被你们两个小懒虫气死了 妈妈 知道了 我马上起 可是 妈妈这是什么味道啊 好像 什么东西糊了 啊 我的粥 啊 我的粥好像糊了 全都糊了 今天早餐怎么办 好不容易煮个早餐也没法吃了 煮饭嘛 没关系的 我们出去吃也行 什么 出去吃 佩奇和乔治马上就要迟到了 出去吃根本来不及 怎么办呢 我记得你前几天好像买了一个吐司机 对不对 早上烤吐司也不错哦 哦 对哦 瞧我这记性 猪爸爸你真的是太聪明了 烤吐司又快又好吃 真的是一个好办法 我现在马上就去做哦 是什么味道这么香 我们是烤吐司吧 妈妈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吃早饭 你们快去洗漱 马上就可以吃早饭了 好的 妈妈 今天的早餐看起来很方舍呢 对呀 对呀 而且还是我期待已久的烤吐司呢 你们两个说什么 难道其他时候的早餐就不方舍吗 亏我每天那么辛苦为你们准备早餐 没有啦 妈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当然粥也很好喝 只是每天都喝酒酒点腻了 今天换完烤味也不错呀 嘿嘿 好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猪妈妈做早餐要用的这个吐司机 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呢 有两片吐司 对 没错 就是 调制一片 配情一片啦 我们要吃吐司 当然要把吐司先放进去啦 这样才能烤 对不对 但我们发现这个吐司呢 它还在上层 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烤到 然后在这边呢 有一个紫色的按钮 我们先按一下它 这样吐司就进去了 好 那我们先烤30秒来看一下吧 好了 30秒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我们的吐司怎么样了吧 先要转一下这个按钮 好了 就这样 佩奇还有乔治的早餐就做好了 我们先找来一个盘子 把它们放进来 佩奇一片 乔治一片 佩奇 乔治 你们准备好了吗 真的好好吃啊 谢谢你妈妈 妈妈你太厉害了 我好爱你 乖孩子 我也爱你 不过你们要抓紧时间吃哦 不然上课就要迟到了 不过你们要抓紧时间吃哦 人会吧姐姐 我们快点吃吧 好好吃 好了 你们早餐已经吃完了吧 快去拿书包 今天妈妈开车送你们去上学 不然就迟到了 好的妈妈 我已经把书包都收拾好了 乔治呢 乔治怎么还没下来 妈妈对不起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 忘记整理书包了 我的英语书在哪里 找不到英语书了 说了睡觉之前 要养成收拾书包的 好习惯的 还是我上去帮你找找吧 在这里 谢谢妈妈 好了快点上车 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妈妈不要着急慢点开 好的猪爸爸 我知道了一会儿见 爸爸再见 爸爸再见 终于到学校了 可是学校门口 一个人都没有 妈妈是不是迟到太久了 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妈妈 今天好像是周六 什么 原来今天是周六啊 好了 因为猪妈妈的一时疏忽 所以 佩琪一家 就度过了一个 非常繁忙的周六的早上 各位小朋友的妈妈 千万不要忘记哦 周六的时候 就不需要去上学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大家看的还有趣吗 如果觉得有趣的话 别忘了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扫描下方二维码 将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等着大家哦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是什么味道这么香 是什么味道这么香 是什么味道这么香